日前在万里区公所举办营造优质环保示范区宣导观摩会 与万里区在102年优质环保示范区以海洋生态城乡风貌与观光休闲为主题 荣获全国优质环保示范区而举办观摩会 希望一起共同来推动环境永续 由行政院环保署、新北市政府环保局以及万里区公所 共同主办的103年营造优质环保示范区宣导观摩会 今天上午在万里区公所举办 由于万里区在去年优质环保示范区 不仅是顺利的向环保局争取到将近2000万元的改善经费 还得到许多环境改善的成效 因此今天来自全国各县市共计100多个单位 以及环保兼兵都来参加这场盛会 我们整个试作过程有达到22处 那首尔的工程在年度内都能够把它执行完毕 那今天我们环保署还有我们环保局 还有我们公所共同来主办全国的观摩会 那这个观摩里面总共有十几个县市 还有一百多个我们各县市的同仁 还有很多全国的好朋友来观摩 区长表示万里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美景 国际级的观光风景区 加上近几年来新北市政府万里谢品牌行销的成功 在去年更是带来了722万的观光人潮 因此在推动环境改善训练环保志工之下 也得到非常好的成效 所以我们建构了九大指标 每一大指标我们都能够呈现 把所有的我们万里的 特别我们的万里谢 我们的铁柳女王头 我们很多的美景融入进去 然后营造一个所谓的万里的城乡风貌 为了营造优质环境提升观光品质 建构宜居乐活 曲工所去年以海洋生态城乡风貌 以及休闲观光为主题 荣获全国优质环保示范区 并且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补助1800万的殊龙 而今天举办观摩会 希望大家一起共同来推动环境永续 记得是团阴 万里采访报道